恭喜法师慈悲开示 请合掌 我们来称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用我们的真诚心来称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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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今喜讲 尊敬的最统修 最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 再一次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 地藏菩萨本愿今的一些大义 上个星期呢 已经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一部经的重要性 释迦牟尼佛 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一尊佛都不参与这个法会的 也包括我们这个本师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部经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参与的经典 重视的经典 为什么呢 因为是讲到我们修行的根本 我们修行的根本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本 那今天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经体地藏菩萨这一本经的由来 邱老师给大家先出来看一下 下面呢 会一步一步的为大家介绍 我们为什么要听经 听经为什么不开悟 不开悟的原因在哪里 听经为什么不能得利 学佛为什么不能得利 慢慢一步一步会跟大家来介绍 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啊 佛亲自说了三个经体 那第一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第二是地藏菩萨本行经 地藏菩萨本世立经 这个有三个经体 那这个三个经体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下面 那这三个经体呢 他的由来啊 在这个第六品 第六品 普广菩萨 他有问地藏菩萨 问释迦牟尼佛 最后的一段 就是说普广菩萨呢 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地藏菩萨这一部本愿 地藏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的 能普度一切众生 愿力不可思议的 那将来要流通这一部经 要怎么流通呢 普广菩萨 问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才取出 这三个经体的 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那翻译这一部经的人呢 是石刹烂陀 法师 华眼经也是他翻译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过去再来人的 还要休想的 那石刹烂陀翻译这一部经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选择 本愿经的经体呢 你看他有三部 就老师给大家看前面的那个 他不是有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行经 地藏菩萨本势力经 为什么石刹烂陀选择 选择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为经体呢 为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 地藏本愿尤为重要 你有本愿才会有本行吗 你有本愿 你的那个愿力 本势力经 那个势力的愿力啊 你才能够包含了吗 所以有本愿 以本愿包含了本行 以也包含了本势力经 所以我们学佛 一个人 要成菩萨道 以修行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个愿是非常的重要 能够让你能够精进 不容易懈怠 不容易退转 所以他这个本愿最主要的 为什么选择本愿 因为本愿是根本 本是根本 根本在哪里 根本就是在孝道 根本就是在重视 奉仕师长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简单给大家介绍 实刹难头 为什么在三个经体里面 选择本愿 这个简单 那我们看下面 地藏菩萨本愿 这个是六个字 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别体 所谓别体呢 就是这一部经的别体 换句话说 这一部经的经体 是比较特别 唯独这一部经而已 其他经典是没有 佛说阿弥陀经 是最后的 最后 觉摩罗什 从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守护念经 把它翻过来 变成佛说阿弥陀经 在释迦牟尼佛讲经东经 每一部经最特别的 就是这一部特别的 它的经体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这一部经 跟其他的经典 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在不一样的名称 是本经独有的称名 所以叫做别体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说明了这一部经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下面会慢慢的给大家消明 那经 经是什么 经是通体 我们看下面 经是通体 所谓通体 凡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称为经 所以顾明通体 只要佛所说的一切经 这个叫做经 除了有一部经 很特别 就是我们所讲的六主谈经 除了六主谈经 除了这一部经 其他的 只要佛所说的一切法 一定要称为经 就是这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每一次 无论念什么样的经典 下面会做最后 会华眼经 弥陀经 地藏经 金刚经 都是代表这一些经 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让我们更加信心 这一些法 都是佛亲自为我们所讲的 这样的解释 简单为大家说明 那我们先说明地藏菩萨 这两个字 我们看下面 地藏菩萨是人民 他是人 像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名字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 而地藏菩萨 这个字是菩萨的德号 德号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寒禅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像阿弥陀佛 也是称为德号 像观世音菩萨 也称为德号 因为他的名号 能够普度一切众生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称为德号 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适宜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以这句名号 把我们带到西方极致的世界 了生死超越六道人为 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也是如此 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也是如此 都是德号 那我们的名字 不能称为德号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是反复 没有成就 那么菩萨的德号 是以什么呢 立明的呢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一个菩萨的名字 他都是以什么 立他的名字的呢 跟我们一般世间的人不一样 我们世间的人 为了儿女取一个名字 为了孙女 为了孙子取一个名字 常常都是以什么 以按五行八卦来算一算 按这个五行八卦 或者请一些风水仙师 来问这个名字 能不能带来吉祥 将来能不能带来兴旺 能不能带来成就 或者带来成家 让这个家族能够光中耀主 或者种种的 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我们个人的这个名字 都是想的就是自己的利益 才取这个名字的 但是诸婆菩萨 取所有的名字啊 都是以谁立这个名字的呢 我们看下面 诸婆菩萨的名号 都是为度一切众生而立明的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好听而立的 没有 不是的 你看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他称为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在西方体的世界 称为阿弥陀佛 为什么在这个说佛世界 我们这个环境 居住的这个环境 为什么这一尊佛 称为释迦摩尼佛 释迦代表什么 代表人耻 摩尼代表什么 代表清静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这个 说佛世界的人 缺乏慈悲 缺乏人耻 缺乏清静心 所以释迦摩尼佛 才用这个名字 来到这个世间成佛 立这个名字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今天 释迦摩尼佛的名字 用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不恰动 那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都有慈悲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都有清静心 所以不适合 那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很适合 为什么 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 最主要的 一个福报的 要的是什么 就是五量寿 阿弥陀佛是代表五量寿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诸佛菩萨 在这个世间出现的 以他的名字来度化众生 都是要给众生利益的 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 我们利盟都是以自己为主 不是为一切众生为主的 这个就是我们凡夫 跟菩萨的区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称为德号 德号就是什么 就是含藏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而这个功德能够帮助 我们一切众生得到利益 你看你念阿弥陀佛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看三十七念不是讲 能灭八万亿节生死的重苦 今天你念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你今天念邪悟法师 你的业障能不能消除 也消除不了 或者你今天念你的先生的名字 帮助不了 一个人左脚已经堕落在五间地狱了 右脚还在这个世间 但是他相信阿弥陀佛 他千神念阿弥陀佛 他都能够从五间地狱出来的 今天你用你念谁的名字 行吗 没办法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修 没有功德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先介绍 菩萨的名字是以什么来立名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取一个名字 要以这个社会的利益 来立这个名字 不要讲处处想想的是自己的利益的 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把你的心放在哪里 用你的慈悲心去爱护以及众生 用你的慈悲心去关怀以及众生 用你的慈悲心不要跟人家斤斤计较 用你的慈悲心 不要跟人家嫉妒 不要发脾气 种种的 这个就是菩萨所立的名字 主要现在这个地方 那下面呢 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昨天我们的总干事阿宅 有人问说 师父有一位居士 他平常晚上都送地藏经 因为有听人家想说 这个晚上不能读地藏经 谁说的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讲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后最后 你们大家要注意 读这部地藏经 不可以晚上读的 一定要早上四点读 有没有这样讲 他如果这样讲话的话 他根本对佛法不理解 地藏菩萨本愿经 二十四小时 你什么时候能够读 都能够读 什么时候 你要三更半夜 释迦牟尼佛 OK 没问题 你要早上三点来读 也OK 没问题 你要十点读 也OK 没问题的 所以不要乱乱听那些 不懂佛法的人 听那些乱讲话 要不懂经教里面的内容 不要听这些 你要听谁 你要依法不依人 你要依法不能依人 人都是凡夫的 用自己的思想想法 其实他的想法 都是臭的 他自己不知道 那在这个地方有两个 我跟大家 先说明一下 让大家安心的去读 三个星期 我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凡是有宣讲 地藏菩萨本愿经 有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能够受获得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十方一切诸佛 菩萨 护法隆天的隆户 只要在哪个地方 无论你在坊间 无论你在哪个 哪一处 哪一时 只要你能够念他的名号 读读他的经 宣讲这一部经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诸佛如上 护法隆天 都会来加持你们的 这个是第一点 你要相信 第二点呢 就算我们今天读地藏经 我们家来了众生 你也不用害怕 为什么 来的都是好的 为什么呢 既然他要来听这一部经 来闻这一部经 读诵这一部经 来念这一句佛号 都是好的 他没有恶意的 你要记得这一件事 人有害人之意 他们没有害人之心 你要相信 既然来了 他都是你的护法 所以啊 在这一部地藏菩萨 本愿经里面 有为我们启示 护法隆天 如果他们 闻到这一部经 没有一个不称赞的 没有一个不恭敬的 没有一个不拥护的 所以你要安心去读 师父常常晚上就在读的 没事 不要怕 里面讲的都是这些鬼道鬼王 哎呀 这个鬼王 那个鬼王 人家念到最后 一大堆到家里 什么都鬼 我告诉你 说实在的 现在人比鬼更凶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现在的人 比那个鬼更凶 鬼看到你 看到了一样 远远他跑掉了 太凶了 气 气氛很凶 所以不要乱听一些别人 对佛法不认识的 也不懂的 所以你安心去读 没关系 安心好好去读 你能够读这一部经 里面的这些鬼王 都是法身大事来化身的 他不是一般 一般的那些鬼神 他都是法身大事的 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 我们做三十信念 不是有一个 叫做面男大事吗 常常到面男大事 做伪将吗 那个面男大事是谁 这个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的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化这个面男大事 他的脸这么凶 就是因为恶鬼道的这些鬼 很难听话 所以用个鬼王的气 得得得得那个那个像 看到他们都害怕了 都是观世音菩萨来化身的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来的都是好的 都是你的护法神 他来拥护你的 你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不要听信别人说 地藏经是小教 什么叫做小教 小教的意思就是 对鬼神而说的 地藏菩萨本院经 不是对鬼神讲的 不是 对谁讲的呢 都是对这个法身大事 所以地藏经是 是原教的大神经 而且是大神中的大神 什么叫做原教 都是对那个法身大事 法身大事的身份很高 他还等一瓶 将来他得到这个叫做庙绝了 庙绝的果位都是成佛了 他现在还差这一瓶 叫做41位 法身大事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安 安心去读 不要想太多 一边读 读到第一篇 这个鬼王 那个鬼王 素鬼王 那个鬼王 读到一半 我不敢念 师父 这一部经太恐怖了 里面讲的都是鬼 不是 不是的 里面都是法身大事的 是因为他们去度化 无量无缘的众生 没办法 因什么身得度 他就化那种身去度 那我们再看一遍 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又为我们启示 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又为我们启示什么 特别对我们念佛的人 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特别是在第九品 称佛名号功德品 第九 在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念佛 教我们什么 自心称名 这个境界都是跟 无量寿经 所讲的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同样一个道理 同样一桩事情 是一不是二 所以地藏菩萨他说 你要怎么样来报答地藏王菩萨 你要好好念佛 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是报答地藏王菩萨 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是跟地藏菩萨有缘 而且 我们劝地藏菩萨 劝了太多了 下面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劝地藏菩萨劝的太多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去过三恶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你们很健忘 忘了干干净净的 一扭头 得人生 得人生 又迷惑颠倒 又忘了 忘了谁 忘了以前地藏王菩萨 曾经来劝道你 曾经来教唤你 从三恶道出来了 你又忘记了 你自己不知道 这个是简单 来为大家先说明 那接下来 又跟大家来介绍的 就是地藏菩萨 本愿经的经题 但是首先 我们要先跟大家 先介绍 有一桩事情 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听经 诵经念佛 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开悟 为什么不能得利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下面 地听这两个字 我们今天为什么 很多人听听 都在听经 天天都在诵经 天天都在念佛 为什么不能开悟 为什么不能觉悟 为什么不能得利 为什么不能得清净 缘运在哪里 佛告诉我们 地听 所以释迦牟尼佛 每一次在讲经的时候 无论是谁听法 无论谁听经 佛头都对当机众生 都会说什么 地听地听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地听地听这两个字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 在每次讲经 来得听众的人 那不是一般人 都是大菩萨 文书 普行 观音 大四世菩萨 都是这些的 你看那个地藏经里面 都是这些大菩萨 通通来听经 地藏王菩萨也不例外 还有释迦牟尼佛的 藏学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都是大阿罗汉 那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讲这个地听地听呢 你看在金刚经里 会看得到 释迦牟尼佛对谁讲 对西菩提 西菩提不是一般人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 佛对地藏王菩萨 在第二品乃至第十品 佛跟地藏王菩萨说什么 地听地听 你们有没有去留意 很多在这个金丁当中 释迦牟尼佛讲经之前 常常会讲这句话 那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 我们看下面 难道大菩萨 难道地藏王菩萨 难道观世音菩萨 难道文苏斯利菩萨 普贤菩萨 弥勒菩萨 他们不会地听吗 那这个地听对谁讲的 是对我们讲的 是对你们 你看你们现在 虽然眼睛该看这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你的心有在这个心场吗 虽然在敲目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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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在哪里 哎呀 几点结束了 等一下煮什么饭 等一下去哪里买东西 那释迦牟陀佛 那释迦牟陀佛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都是地言警题啊 让我们听经的人要注意 要专心啊 让你专心啊 我们今天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力 不专心 你看整个五量寿经 整个五量寿经的纲领 纲领在哪里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所以临死大师 过去常讲 你要念佛 首先先学专 你先学专 你念佛才能够得力 你先不专 你怎么念佛 所谓的古人讲 寒破活容也枉然 那为什么佛每一次讲经 我们看下面 都嘱托这些法会上 佛对大众会讲地听地听 为什么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无论我们听哪一部经 无论我们在念哪句佛号 无论我们在送哪一部经 在你听经的时候 不能得到利益 不在佛福上的教会 而在听法的人 在听讲的人 能不能地听地听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过去我的老师 常常告诉我们 他说邪悟师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今天听经能不能开悟 你诵经能不能得利益 你念佛能不能得清净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佛号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诵经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哪里 放在听经 你这样就能够得到利益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你在听经的时候 你要万言放下 你要万言放下 你真的要万言放下 你把你的心放在 在听经 你看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师父啊 小的时候读书啊 读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过 我们到学校的时候 老师还没讲课之前 教我们学生怎么样 把那个手这样 放在哪里 放在桌子上 有没有 我小的时候读书是这样的 从头到尾 整个手都在这边 除了要学字 只要老师在讲课 你的手一点放在这边 你们有没有 然后把眼睛看在老师 把耳朵好好听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讲完课 他会问学生 如果今天学生有专心在听 学生能够解答老师的问题 如果这个学生 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讲课 老师所问的问题 他没办法解答 意思都是一样的 你看你们今天 听经的时候 有没有在听经 有没有在听经 所以古大德常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你听教文法的时候 一定要把所闻的法 意思是说 你今天所诵的经 你所听的经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回归自信 把它画一下 回归自信 什么叫做回归自信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 今天来念佛 今天来诵经 今天来听经 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要把你的 清静心回复的 回归自信 讲的就是清静心 只有清静心 才能够帮助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有清静心 才能够得到利益 只有清静心 你才能够灭无量无愿的罪业 清静心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修行 最重要的是什么 转世成智 转世成智 转世 不是成 自事的事 是指烦恼 我们的烦恼太多了 我们的忧虑太多了 我们的痛苦太多了 我们今天无法能够超越六朝轮回 我们没办法了生死出三戒 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迷惑 所以你要把这个迷惑变成什么 变成你的智慧 这个就是听经的重要性 诵经的重要性 念活的重要性 你把你这个烦恼 把你的迷惑转成什么 转成你的智慧 而地听地听 就是转世成智的好办法 听懂吗 听懂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师父呢 每一次 每一次要听经之前呢 我会先礼佛 拜佛十五分钟 我真的 我每一次要拜佛 要听经之前 要诵经之前 我要先十五分钟 先拜佛 消业障 祈求佛加持 希望我在听经当中 我能够得到利益 希望我在听经当中 我能够把听经的功德 回向给我累结因亲在主 回向给我的家 家亲建属 给我父母 给我过往的父母 给一切众生 虚空发现 我的目的就是这个 没有别的 我们每次要讲经之前 我会祈求 比如说我要讲地藏经 我会祈求地藏王菩萨 慈悲加持 观想地藏王菩萨 我就是这样做的 用你的真诚心 我们来跟诸佛菩萨 来感应道教的 所以今天我们听经的人很多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不开悟 原因在哪里 主师大的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做到地庭 地庭这两个字 我们没有做到 很多人 一万当中的人 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利的原因 一万当中念佛的人 为什么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因为这两个字 第一天用现代话来讲 用比较浅话来讲 就是教我们要仔细听 要我们专心地听 最重要听在的时候 就是要蜿蜒放下 蜿蜒放下 真的 你才不会有很多压力 我们今天的烦恼从哪里来的 放不下 看不破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听经 我们看下面 你会有小小的明白 就是说你会有小小的看意 明白什么呢 明白诸佛菩萨 在经上所讲的这些道理 你就会听明白了 真的 小小的你会听明白 这样解释 听懂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记得用你的虔诚心 去感应道教 跟谁感应道教 跟诸佛菩萨 真的 我们的周围 菩萨都在我们的旁边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今天如果你用你的真诚心 去感化 去跟他感应道教 真的 你会得到很多一些很大的利益 你看地藏王菩萨 每天早上早晨五点 他就会观察这个人间 观察这个人间 看哪一个众生跟他有缘 他就会帮助他 怎么跟他有缘 念他的佛号 送他的经 就跟他有缘了 只要如理如法 你求他 他就会来帮助你的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好 我们看下面 地藏菩萨的地 是怎么样的解释呢 地 这一个字从事上来讲 是比喻大地 大地能够运载一切万物能生 能耻能御之意 而且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 像我们今天一切众生 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的 都是依赖谁呢 依赖这个大地 不仅仅是我们人 脸动物 矿物 有情无情 一切万物 包括我们今天所吃的 所穿的 所用的 一切万物 都是从大地而生 今天我们所吃的五股杂粮 从哪里来的 从大地而生的 今天如果没有大地 人类是无法生存 一切万物是无法生存的 大地对我们的贡献 是太大了 一切万物 没有大地的贡献 我们人类已经没办法 就是等于什么 灭亡了 今天我们所用得到的 一切万物 你穿的衣服 你所用的 种种的一切 都是大地 是给予我们的 什么比喻呢 比喻什么呢 比喻说 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一部经 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一切功德 都是从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切功德 就是从我们的心地而所生的 这个就是地 然后我们看下面 然后地下 地下有什么呢 地下有宝藏 那这个宝藏比喻什么呢 比喻一切众生的自信 就是讲到我们的自信 就是我们的心地 我们这个心地 含藏了什么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这个宝藏是什么呢 下面会跟大家讲 说明了我们这个心地 能够承载一求万物 直接了当来讲 就是简单话来讲 地藏菩萨的本愿 就是像大地一样 能普渡一切众生 寒常无量功德 寒常无量功德 无尽的功德 今天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 那阿弥陀佛的名号 从哪里来的 它的功德从哪里来 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 从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所修学的功德 统统在这个名号当中 但是 所以阿弥陀佛 在把这些阿弥陀佛名号 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经过念这句阿弥陀佛 统统往生西方节乐世界 这个就是功德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阿弥陀佛名号的根头 它的根在哪里 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根 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孝敬啊 阿弥陀佛建立西方节乐世界 为什么要建立西方节乐世界 不是给自己的 都是要供养给 死方一切众生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建孝道 所以出生一切法门 最重要的 地藏菩萨的心地 都是一切众生的心地 这个叫做地 那我们来看下面 什么叫做藏 最后的 藏就是宝藏的意思 说明我们的心地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像大地一样 下面有无量 无边无尽的矿产 这些资源 这些宝藏 地球里面很多 这个金啊 金银财宝 种种的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含藏了 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个就是指这一课 而且这个功德呢 这个宝藏呢 是见虚空 便法界 一切佛法 以示法 都在其中 一切功德 全部都在里面 你想一想 这个宝藏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功德 只要你开发 你自心的心地 就是你的孝敬 这个宝藏 四处四间一切法 你都没有障碍了 什么意思呢 今天你能够了解 孝敬这两个字的 事实真相 你在这个世间 居住这个环境 你的生活里面 还会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了 你在生活里面 你还会起烦恼 你还会起嫉妒心吗 计较 烦恼 称恨心 讨厌 或者种种的吗 不会 你看到一切众生 等于就看到你自己 你伤害一切众生 等于你伤害你自己 因为孝敬 不仅仅孝敬 你自己的父母 就是孝敬 生生世世的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都是跟你一体的 哪来会有障碍 没有障碍 一切众生 就是跟你一体 哪来会有讨厌的 哪来会有不高兴的 哪来也不喜欢的 哪来会有一种计较的心态 一切都是一 没有二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力 因为你那个菩提心 没有开发出来 为什么没办法 你那个菩提心 为什么没办法 开发出来 因为你那个孝敬的心 没有 什么叫孝敬的心 恭敬的心没有 你看 你今天看到佛像 你会不会恭敬 你看到佛像 你会顶礼 礼佛三拜 对不对 你会恭敬 你不用讲 你也会恭敬 今天如果看到一个 你讨厌的人 在你的面前 你会不会跟他说 问信 阿弥陀佛 这样 会不会 会不会 今天看到你一个 讨厌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让你很痛苦 让你很烦的这些人 种种的 你会对他恭敬吗 不会的 那如果你这样修行的话 你那个恭敬心是假的 只是在表面上 做一个好看而已 佛跟众生 都是一不是二 今天你能够对 你对不喜欢的人 恭敬心 就如同对 如佛福山那种恭敬 你那个恭敬心才是真的 你那个功德才是真的 所以保障在这个地方 比喻什么呢 比喻功德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是寒藏 无尽 无穷的功德 这个就是讲 仗 这个就是意识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佛法 怎么样去学习 佛法的精神 诸佛福山的精神在哪里 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那我们今天要学佛 从哪里开始学 从恭敬心开始的 不是从你今天天天在那边念阿弥陀佛 今天在那边诵经 今天在那边 哎呀 拜颤啊 做一大堆的一些 但是到时候 境界来的时候 一句佛法都用不上 你要从这个恭敬心开始 佛法一定在生活里面去落实 去培养的 如果你没有在人活里面去培养 你那个佛法没办法起作用 这个就是地藏 所以最后跟大家讲 如果这个功德从地藏菩萨 他的角度来看 看下面的那一章 菩萨的本愿确确实实 含长无量无宾的功德 说明什么 地藏菩萨的心地 确实像大地一样 那么厚道 能包容一起众生 像大地一样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经上告诉我们 经上佛在经上常讲 一个菩萨修行 就是我们说明 我们念佛的人 今天你想要修行 今天你想要念佛 今天你想要学佛 今天你想要用功精进 你要把你的这个心 首先要学什么 像大地一样 为什么要像大地一样呢 为什么佛要将我们你的心 你一定要像大地一样 什么原因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说明 好 这个简单了 给大家说明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地方 你们自己好好去思维 我今天念佛 今天我听经 今天我送经 我为什么不能得利益 利益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那我今天学佛 首先我要从哪里开始学 而我的心 要学习像什么一样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能够思维 好好来学习 好好来思考 不断地反省 那你写佛就容易成就了 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的人生真的过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快乐 所以快乐 幸福美满 不是从外面而来的 幸福美满的人 是从你的内心的世界 那个美满显出来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学习要懂得 对一切终身攻减 所以从今天开始 看到你不喜欢的人 当做阿弥陀佛 看到你讨厌的人 他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你真的很不高兴的人 你不喜欢的人 把他当做观世音菩萨 当做地上王菩萨 没事了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学习 人生很短处的 今天能够听经文法 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人生是无常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趁这个机会 还有一口气 我们要想尽办法 不断地断恶修缮 赶快念佛 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我们才会有把握 能够往生西方节的世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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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 开宿 好 好